我们看三十九章 得一 看本文 习之得一者 天得一与亲 地得一与灵 神得一与灵 古得一与灵 万物得一与生 这个本文的意思是说 我们看看以前 看看过往的历史 所有得到一的有什么好处呢 天得到一能够非常的清净 地得到一能够 非常的安宁 神得到一就能够非常灵验 三谷得到一能够隐瞒 万物得到一就能够得到顺利的生长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真 这个真在《易经》里面 特别常常出现 原恒立真 真什么意思呢 是正 但正这样还不够 正而故 非常稳固 非常正确 而且非常持久 这样的情况呢 才会用到真 这个字 侯王得一 就能够垂一赏 而正天下 万变随俗 可以直一而育 说 治理事实上的事 虽然是变化万端 但是 执着简单的原则 就可以非常轻易的去管理 去治理 直一而育 前面记得我们还谈过 说侯王在道德经里面特别指君王吗 只有指君王吗 不是这个意思 万物之灵的人类都可以称为侯王 这个一到底是什么 前面这一段说得一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一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大到天地小到围城都少不了他呢 我们看孔子所说的这一段 一者太极业 二者两一业 太极还没有分盘 里面虽然有阴阳 但这个阴阳还在一块 因为它还在一块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 可是到分开来的时候呢 就变两个了 称两一 三者阴阳之和业 那三是什么呢 再次的交合 然后再分化 再交合 再分化 那当然一可以变二 可以变三 可以变千千万万 故太极为两一 此物之最始 特别谈到这个物之最始 这个物啊 就是从无形要开始变有形 那一定点 那个变化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太极 这个太啊 就是物之最初 才称为太 但太极是从无极 然后经过无太不断的变化 一直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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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阴阳快要分 将分未分的那一点啊 称为太极 也就是它在一个灵界点上 它本来有一个很稳固的无极 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稳定性一直变一直变 变到将要变了 那个灵界点 就取名为太极 所以太极是不是到弃的最原先呢 不是 而是说物之最始 就是它在往下一变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要有形 以这一点来取舍呢 称为太 一个极点 我们说墙头草 风吹两边倒 有没有 还没有风 刚好里面也有一颗草 站在墙头上 直直的 没有偏左边 没有偏右边 真要偏 风一来就偏 那个极点 我们称为太极 此物之最始 而由未成物 自阴阳即合物行始成 然后分成两仪 两仪再合呢 这个物就开始出来了 而后呢 才有这个万物之灵 易经说 亦有太极 四生两离 他是亦有太极 他用一个亦有 这个字 这个规则是他原先 他本来所具有的 叫亦有太极 因太极的分化 而生两仪 凡古文 世字 皆作自是解 亦有太极 四生两仪 有这个自是 自己本来的一些变貌 言其本能非被他动 叫做四生两仪 这个世字 如果知道这个呢 而后之万物之所自生 四生两仪 是太极 而后呢 自己内部的变化 所创造出来 所以万物之所自生 为太极 能自生 营阳 其余物 则皆非自生 必带 营阳之和 而后成 故 生生之本 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 把太极 这个变化的点 看得如此的重要 所有的 这个学问 他的点 他所注重的点 就在太极 这个上面 是因为 能够自生的 四生两仪 自己生化的 而其余的人 就借这个阴阳 教那个阴阳 不断的交合 不断交合 而后创造出来的 天地不失此一 就是这个太极 故人生物不测 所有的物都是经过 他自生之后 再交合 再交合 阴阳比例的不同 开始交合而成的 天地以一而成其得 就是这个太极的 自己已经具备的 变化之妙 圣人以一而自其成 圣人之所以成圣 也是因为 秉守这个一 秉持这个一 而后能够达到 内在的自成 佛家说 内在的无相 内在的清真 故老子 曰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灵 在别的章句里面 又说 圣人报一 为天下事 圣人之所以 义于众生 称为圣人 是靠什么 靠这个一 圣人报一 因为他能够 报得住这个一 持守住这个一 故为天下之典范 依之为道 自以尽义 以上这一段 是孔夫子所谈的 我们再看 心命魁始这一段 如曰 存心养性 道曰 修心恋性 是曰 佛家说 明心见性 心性本体也 你看各教部都谈心性 对不对 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 这是一个 我们修行的本体 如之直中者 直此本体之中也 儒家说 直中经义 直什么中 就是本体不要让它变 本体不要让它跑了 不要让它偏这边 不要让它偏那边 也就是直中 就是直这个本体 道之守中 也是守什么呢 也是守这个本体的意思 所以这个中 所讲的是道的原貌 所讲的不是两个人吵架 好了不要吵了 两个人折中吧 我们常常把中庸这样子来解 就是人事上才是这样的 道体上 是讲本心本性的原貌为宗 四之空宗者本体之宗 本动然而空也 所以不论是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佛家讲这个空 讲这个宗 都是在讲这个本体 道之得一者 得此本体之一也 一样 四之归一者 归此本体之一也 如之一贯者 以此本体之一 而贯之也 所以贯在我们日常生活 贯在万事万路 都是秉持着这个极 太极的这个极 这个宗 陈面这一段 我们是讲 一的重要性 一是什么呢 根据孔夫子的说法 是太极 然后呢 根据姓名魁子的说法呢 是讲本性本性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异吗 没有差异 在天地 为之太极 在人生呢 为之心性 这一点呢 这是一样的 那太极是什么做的 就是气 那我们的心性 是什么做的 也是气 就是一丁点的 气的中和之妙 就是这边所说的一 在天就不叫做心性 那是气的 自中自和 气的自清自妙 用它来做天地 用它来成就万物 侯王用什么 能够得意而为天下真呢 因为它是以报一而至内在的成 而能够敢所有的人类 是敢所有的万物 都是这个一 所以其字之一也 以上这一段 从天得意 清地得意 灵这一段 是告诉我们 天地鬼神 人物之所以 能够清 能够灵 能够赢 能够生 能够真 皆出于同一个简单的本源 出于同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已 这个就是一个索简欲凡之道 索着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根本 然后呢 可以应用而无穷 就是其字之一也 都是因为这个一的关系 都是因为原意同一个道理 天 无以清将恐裂 地无以灵将恐发 神无以灵将恐先 古无以灵将恐结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侯王无以真 而贵高将恐绝 这一段原文 这个是说 这个一虽然简单 但天没有一恐怕要裂绝开来 你看不到完整的 地没有一将恐崩塌了 神没有一恐怕要衰落了 山谷没有一恐怕要枯竭了 好像是这个谷 是这样大海 这样小一点山谷也可以的 万物没有一恐怕要灭绝了 祂的生生不其之道 就给破灭了 活王没有一恐怕要从高贵的位置上 要跌下来了 以上这一段是在告诉我们 一是一切伟大成就的根本 少了一就像火车 离开轨道一般 它简直是立即就要发生危险了 再看下文 故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 意思是说 因此尊贵乃是以贝贱为本的 高的乃是以低下为基的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是连接上下文而来 上下文是说 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是靠什么呢 靠一个一 所以这边所讲的说 尊贵以贱下为本 那个贵指的就是一 万物都是从一而累积起来的 都是以一为本的 就是这个太极这一股气 万物都是以它为本的 我们开始反观绝照的时候 也是以它为主体的 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古 此其以贱为本也非乎 这个不古的古是善 美好的意思善 这段话意思是说 因此侯王自称孤寡不古 古人的帝王或者是诸侯 常称寡人寡人 孤家寡人那种都是自称的牵词 这个不正是以别见为尊贵之本吗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说 上一章所谈的 上德不德 真正上等德性的人 不把自己拘在一个很有德性的称谓上 很尊荣的称谓上 他居在一个非常高贵的称谓上 他会用非常谦卑的词来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看孔子嘉宇这一段 孔子读义 读这个义经 至于笋义 笋义就是笋卦跟义卦 读到这两卦 窥兰探曰 探习 指下必习问曰 指下看到孔子在叹气 不敢正面问 必到一旁 问他的夫子说 夫子何探烟呢 为什么夫子您叹习呢 孔子说 夫自笋者必有义之 自义者必有绝之 无事以探也 孔子说 他读到笋卦 那笋卦的下一卦是什么卦 六十四卦是有次序的 三则笋 然后笋卦下一卦是什么卦 是风雷义 笋完了 笋到底了会变什么卦 变义卦 这就是气数 义卦的下一卦是什么卦 就怪 怪就是最上面一咬是阴 其他下面五个都是阳咬 这叫怪卦 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绝 绝对的这个绝把水之旁拿掉 就是怪 怪呢 意思就是绝 绝裂的绝 像体房有没有 水坝 水库有一个水坝 所以里面有这么多水 那水库上面如果最上面那个染水的地方稍微绝了一个小口呢 虽然它未崩可是会不会崩 是一定崩的哦 它绝了一个小口水就从这边一直流嘛 会越切越深越切越深 整个就崩塌了 那个叫怪 六十四卦它的编排的次序啊 它是相为因果的啦 互有因缘的啦 因为你居于这一卦 你顺着这一卦的道理一直走 你都不要改变它 它就会自自然然会接到下一卦的命运里面 所以它读到这里的时候 读到损义这两卦的时候啊 它有感而发的感叹 说啊 自损者 一直损损到底 这个卦会颠倒过来哦 马上变什么卦 变义卦 而如果你一直守在义啊 风雷义 上面殉卦 下面正卦 你一直守在风雷义的情态下 你都不要变哦 你也不准别人来损你 也不准别人来贬你 你自己也不自贬 对不对 最后会变什么卦啊 下面一群人要推翻你 就会变怪怪 所以啊 他就感叹了 原来啊 圣人早就写得这么明啊 原来啊 天地间的自然的气数啊 这果真是逃不出啊 这样的一个规则 故道迷义而生迷损 就说 这个道就是这样啊 你越想要增加 你想要增加你的生命 你想一直增加你的财富 结果呢 你的真正的生命啊 气数反而大大的损了 学者损其自多 以虚受人啊 故人成其满驳斋 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啊 了解天地循环道理的人啊 损其自多 不需要自吹自擂啊 那实在是很不自 自吹自擂的人 居损挂还易挂 他自居易挂 易挂之后下一个什么挂 怪挂 你就会发现 一堆人要推倒他 一堆人要贬损他 对不对 如果你们发现 我们身旁的人啊 喜欢自谦 喜欢自己 明明很有才华 可是他就是凡事不拘 他一直损自己的 你没有发现 我们有什么后堪 我们会拨火灾 我们有好东西 我们会跟他分享 没有发现 自居于损的人 会得到义 自居于义的人 会得到乖 天道 成而必变啊 就是挂树 气运是一摇 走到二摇 走到三摇 一直走到上摇 一定要变 马上就要变 唯有哪一种能不变呢 自居于损 那个心呢 自居于下 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凡持满而人久者 未尝有也 说天下谁敢对我怎么样 那种常讲这种话 还能够存在很久的呢 没有 偶尔存在呢 是有的啦 短时间的 这段呢 是在解释 以见为本 以下为基 故自术语 无语啊 这个语啊 四匹的马拉 一个车胜 这样子呢 为一个语 代表什么呢 代表富贵尊隆的意思啦 在古代呢 能够有一匹马 也就不错了啦 然后有那种 四匹马拉 这个一个车 那个车子上面 还有盖子的 有没有 那这个就表示 是很尊贵的人所做的啦 那如果四匹马拉的 后面的车呢 没有盖子的 那也表示 他的这个气势啊 也是非常大的啦 他有这种欲 可以称 所以 与这个自在古字啊 跟荣誉的欲啊 它其实是相同的啦 你把它直接解读 为领域的欲 这样也可以 譬如说 我们现在来说 反正是开着VMW 差不多都有一点 身份地位的表征啦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古字 属语无语啊 是说 虽处富贵之地 能够属语的人 有没有富贵 你这样想 这样讲也挺听不懂 能够家里属说 我到底有几台VMW啊 一二三四五六 原来有这么多台 各位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吗 这样了解意思吗 可是属语 是属着自己的名利富贵 属着无数的车胜 却无语 却淡然落伍 表示他一点也不骄傲的意思啦 属语无语啊 属着钻石而心里呢 却不骄傲 属着黄金不骄傲 属着我的房子 几栋几栋不骄傲 这样了解意思吗 如果我们现在来比喻的话 这个也是在讲 上得不得的一种气量啦 不被内在的 一丁点气血的浮动 然后呢 失去了那个几啊 不是要得一 才能够以为天下真吗 那个一就是还未分叛 还不左边 还不右边 还不跪 还不贱 他秉持那个重极的点 那一个有得的人啦 在数了他的语的时候 内在气机重有变化 还是保持在那个极点的实相 没有变 就是以这个来做为 所有他的力气 他的德性的所有的基础啦 像是刚刚讲过的帝王 他是以自称孤寡不顾 对不对 上等人他谦卑啊 他很谦卑啊 他讲的话虽然很谦卑 也许他坐在很高贵的位置上 也许他内在的心情气血 是不论怎么样的浮动 但他反观他的气机的时候 永远保持那个一 就是那个急 是没有变的 没有堕入这边的对待 没有堕入那边的对待 所以他是以这个作为基础的 以这个为本的 那这边也是一样 再举一个例子 俗语无语 他是以示秉持这样的一个心念 来看待他的身外物 我们看赛根坦这段 三河大地以属为城 而况城中之城 对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说 三河大地本就也像为城一样 据算离合而已 是不是 何况城中之城 那这边的城中之城 是指什么东西啊 三河大地已经都不算数了 盖在这三河大地上的几栋房子 算什么东西啊 对吧 那不是城中之城嘛 那有什么样好去计较的呢 你用一辈子换了五栋的房子 你把目标设定在这里 以后带得走吗 也是带不走的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成就设定成五栋房子 然后五部的豪华轿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观念带给子孙 问题我们的子孙带来走嘛 他也还是带不走啊 所以三河大地对有道德的人来说 已经是不值得追求的事 何况是那些建筑在三河大地的那一些更微小的东西啊 血肉身躯且归泡影 未来总是会有陈住外空嘛 对不对 何况影外之影 影外之影是什么啊 披在我们身上的很尊贵的或者是很华丽的衣裳 或者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很尊贵的这种名声 有没有 领域等等 那这些有什么好追逐的呢 不值得去追逐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俗语无语啊 虽然必须要跟他共处 世界上的价值观就这样嘛 但我们在经营他的时候 去应用他的时候 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有内心的一片坦荡 对于内在的那个太极之争 的一片的清真坦荡 这一点呢 则是不能丧失的 道德军第26章里面是这样说啊 说是以君子终日行 不离之众 说整天在社会上奔忙 不离之众 之众是什么呢 也许是很好的地位 也许是很多的财富 也许是很好的名声 有没有 也许是你所用出来的很浮华的字眼 这些都可以说之众 虽有龙观 虽然社会价值是这样啊 虽然我们的应用必须是这样 烟除超懒啊 所以内心是这样的担保啊 这一段啊 就是这一段 熟语无语的最好的解释 也是自欲无欲的一种最佳的写照 不欲陆路如欲 落落如石 这个陆路跟落落来对 欲跟石来对 欲我们知道一般都象征什么 比较高贵的 有价值的 那欲跟石两个同时并成的时候 谁高贵 是欲高贵 那石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非贱 没有价值 都代表这个意思 陆路呢 是形容欲的光滑 而落落呢 正是形容石头的粗猎 所以陆路呢 跟落落来对 欲呢 跟石来对 所以陆路是欲很美的样子 落落呢 是这个石头很比肉 粗糙的样子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不愿把自己看得像欲一般的高贵 而干手如石一般的平庸 你也可以做另外一层解释说 不愿把自己看得像欲一般的高贵 也不愿把自己看得像石头一般的平庸 当然这样解也可以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字拆开来说 不欲陆路如欲 不欲落落如石 这样看也同 但这两个意思呢 都说得通都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解 也不愿意把自己看得像欲一般的高贵 这就是不字的 为什么 因为把自己看得像欲一般的高贵 是居在什么卦上 居在风雷义卦上 干手如石一般的平庸 居在什么卦上 守在笋卦上 守在笋卦上的呢 老定人会给你义 守在义卦上呢 老定人会给你拐 这就是他的天地自然的循环 自理 非常明智的人呢 是这样子做的 我们看宋朝大文学家 苏东坡 这个公案 大家应该都常听到 他跟金山寺的佛印禅师 是方外之交啊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谈经论道 打坐禅禅 有一天呢 苏东坡问佛印说 禅师啊 你看我在这里打坐 像什么样子 佛印就说 好庄严啊 像一尊佛呢 苏东坡听了呢 非常高兴 佛印禅师接着反问苏东坡 说啊 学士啊 你看我坐在这的姿势怎么样啊 既然你刚问我 我也来问你一下嘛 苏东坡达到 像一堆牛粪 然后佛印听了呢 也很高兴 哈哈大笑的 苏东坡更乐 佛印边说 你看 那个笨蛋 你看 我占尽便宜 他说 我像苏东坡 我说他像个牛粪 他还高兴呢 苏东坡有一个妹妹 为人聪明伶俐 经文此事 就说啊 哥哥 输的人是你 而且输的是很彻底的 苏东坡很不了解 那他妹妹就说了 佛印禅师心中呢 是佛 充满的都是佛 所以看你呢 像什么 就像个佛 他说你的心中啊 像牛粪 所以你看禅师像什么 就像牛粪 你看这个话流产到现在 教育不少人了 佛印自居什么挂 什么挂 不欲 禄禄如玉 有没有 他宁可怎么样 落落如实 你说我愤啊 好吧好吧 那就这样 把他居在什么挂 到笋挂去了 结果你看后世千秋万彩 给他笋还给他义啊 给他大大的义 老天爷爷给他大大的义啊 对不对 那自己义挂的呢 就不要说我们给他笋 连他妹妹都给他笋啊 对不对 马上就笋到了 不是吗 这张是要我们效法一个 一 的无恶无别 一是什么 一 是太极 物之死生 太极 太极什么意思 未堕贪 未堕称 未堕尊 未堕悲 未堕德 未堕师 气 本来是气而已 气呢 不当有这一些的知见存在 往内观照的时候 持守一个本然天真的存衣 就是内在的气的清真 不要让他产生贪生 没丑 好坏 高下 你我 等等的这些分别 这就是 一直 他的内在 自有一个奇妙的特性 会开始造化着 他可以升天升地 他可以升能升万物 他可以升鬼 他可以升神 他可以作为侯王 来做天下真 他可以属于无欲 他可以让我们从高下尊 被没错好坏的 种种对待里面 解脱出来 所以圣贤 他们自修 修身 先以观照 这个一为主 我们要把一的无二无别 所以能够无所不化 因为太极里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造化 知道那个在我们身上 叫本性 本性 他自有一个规则 非常奇妙的 若自居狂傲 那已经堕入对待的一端 对待的尊 对待的高 对待的光荣 多到另外一端去了 他目空一切 那他的内在太极 的造化之妙 完全丧失 那个是六道沦为的路 这样子没有办法 来教证天下 我们教证天下 就是要教导众生 慢慢慢慢的 在自身的 巧妙的造化下 自信的造化下 慢慢的返回 本源的道路 所以呢 这边呢 才要来提倡 得一 这这样的一个道理 为救高狂之病 所以说 不欲碌碌如玉 而要落落如实 此乃一时救治之法 目的呢 则是在于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 才是不饿 自居于损 那是人事上说的 网内观照你的气血的清真 实际上是没有高下 没有得失何来的损 实际上是没有 但从人事上来说呢 自居于损 反而得意 但是这个话的目的呢 是说已经高狂的人 叫他不要碌碌如玉 叫他落落如实 把他多出来 那一节高狂消掉 那其实他的意思是 要让他回到不卑不亢 而不是劝人要去自卑 全诺 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开始学到 你会学到的第一个 很美好的德性是什么 就是谦卑 然后你看到什么样高贵的人 然后就卑诺的不得了 谦卑是美的 大家都赞赏 然后你就为了更加的赞赏 然后更加的谦卑 谦卑到最后地上都快趴下去 变卑诺 对不对 这不是君子之德 君子之德 像教一个外交官一样 外交官初始 他看到对方的国君 他要不要很有礼貌 要 可是你在他身上看不到悲诺 你不能代表国家出去 悲悲诺诺 那到底我们派一个什么 派一个奴才出去吗 我们全国都奴才吗 不是这样 你要让人家看到 他的有礼貌的理念的骨气 他既不是高傲 他也不是非常的悲诺 对不对 不卑不亢 才是一个正能君子之德 所以这边所说的 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实 所谈的可不是非常的悲诺 这是各位要搞清楚的 我们看文语这段 我常去这段 子录说 文师行诸 说听到好道理马上做 孔子说 有父兄在 如知何其文师行之 孔子说 父母亲还在 万一我们怎么样 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他们还在 我们不可以说 听到什么好道理 马上就拔起箭 就要赶快去做 对不对 这样不行的 然有问孔夫子说 文师行诸 然有问孔夫子说 听到好道理马上做 有义气的事马上去做 还是什么 孔夫子说 文师行之 说当然 听到好道理不做 要等什么时候 浪费生命 对不对 好 孔熙华 他这两个人 他都听到 孔熙华就问孔子说 有也问 有就是子录 子录问你文师行之 然后孔子就说 有父兄在 不可以 不可以 可是求也问 难求问你说 文师行诸 听到好道理马上做 两个人问的都同样问题 对不对 结果孔夫子怎么回答 文师行之说 赶快做 赤也祸 赤是谁啊 赤是公熙华 公熙华说 我听完之后 我很迷惑师傅 当师傅的人 是很少犯错啊 对不对 怎么这两个人 问你同样的问题 怎么你犯了 这么明显的错误 敢问 请问啊 这什么道理 公熙华在旁边 切切抽象 抓到师傅把柄 要抓师傅把柄 是不简单的啦 对不对 终也让我抓到一天了 孔子怎么说啊 求也退 故尽之 游也兼人 故退之 求是谁啊 篮球 篮球个性悲诺 故尽之 所以他听到好道理的事 他不太敢做 还要想半天 有没有 想半天 等他想的来 都已经过三年了 还要不要做 好像也别做了 所以 他已经是够谨慎的人 超乎归起的事 他一定肯定是 这么谨慎的人 是一下就否觉了 对不对 该做的事 他却没有提起勇气 他说像你这样的人 篮球这样的人 那就是听得好道理 赶快做 求 游也兼人 游是子路 兼人就是两个人的胆 子路有两三个人的胆 听到对不对 反正他很冲动 马上拔旗 接受走走走 赶快走 是不是常闯祸 常闯祸的人怎么样 退之 说 父兄在 如之和 闻思行之 对不对 父兄还在啊 不可以不可以 那你欠那个很冲动的人 说赶快赶快赶快 说等一下 等一会 等一会 那很悲怒的人 说等一下等一下 说快啦快啦 有没有 这样的教法是不同 不过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重大 就是这边所说 怒怒怒欲 落落如实的问题 其实 真正的用意 并非要你那么悲怒 那么样的落落如实 这一点各位要了解的 再看《逍遥游》这一段 举事而欲之不加劝 举事而非自 不加举 举就是举丧 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他 他不会多一分的力量 他不会多一分的努力 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你 所以你多了很多分努力 那表示这几分的努力的目的是什么 摩得虚拟 不然是要什么 对不对 你本来是按照你正常道理在做 做出了这么好的结果 结果因为很多人 大家给你赞赏 结果你都花了五分三分的力气 那五分三分是买什么 买赞美的 这也不是君子所为 举事而非 事而不加举 做了一个很对的事 应该的对的事 长远的事 为众生十年百年后有益的事 可是眼前却有这么多小人 为着你 不断地给你踏伐 有没有一点沮举上 没有一点沮举上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做下去 对他们都有帮助 包含现在在骂我的人都有帮助 所以他会不会觉得很沮丧 不会 因为他心里暗笑 OK了成功了 他们虽然骂我 但他们已经都得到好处了 定乎内外之分 便乎荣乳之境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做到如此呢 就是这个一 得一 定乎内外之分 外面的归外面 对境莫认心 里面归里面 对心莫认境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内在的浮动归内在 从内在来观照 外面的势力 被外在来判断 便乎荣乳之境 荣乳本无其事 荣乳查在我们的气血上 当做错了一件事 气血正在昂扬 那个叫做荣 当做错了一件事 气血正在昂扬 叫做乳 那个意义 是刻在气血上 然而智者往内绝观 观到这个意义 得意 其实并没有这些事 于事物可以从对待的 枷锁里面 慢慢地走出来 好 这是德意章 所以德意从哪里 天德意可以清 你呢 跟你怎么关系 跟你没关 你如果不懂得德意 在你身上怎么绕手的话 怎么入手 那这些学问 结起来很厉害 你看天都是衣座的 地也是衣座的 然后觉得我们很高兴 然后来歌颂一下天跟地 然后呢 对我们还是没帮助 你的意在哪里 在身内 身内怎么关照 他的实相 金刚心的实相 九十一 了解的实相 不会碌碌如玉 不会落落如实 了解的实相 可以干手于孤寡不顾 而一点都不会觉得受伤 了解的实相 可以干手于 以见为本 以下为基 不会有一点点的难处 不会在人前人后 不断的经营自己的荣卢 不断的经营自己的领域 不断的去经营一群人的围绕 不会做这些事情了 不错的实相